滚滚泥流随着大雨不停从房子里面往外流 再仔细一看房子里面堆满土石 从大楼顶楼往下看场面同样相当惊悚 这里是暖暖区暖暖街281项受灾最严重的两户一楼住户 由于受到泥沙台风影响 大好雨造成山壁整片崩落 土石泥江灌入民宅里面 幸好在暖暖区公所 当地里长和议员等人员协助下安全撤离 市议员和里长希望市政府能够协助民众后续的处理 我看到那个状况土已经盖到这个后面的屋顶了 那我就叫他们要赶快撤 那他们有一个阿嬷正好在后面这个整理东西 我说你不要再整理了赶快撤 结果我们出来不多久 那个土整个就啪掉下来 还好阿嬷被喷了满身都是泥浆啊 还有一个小朋友 那人还好没有怎么样 那后面我想后山这边纳粒的时候已经贪过一次了 但是我觉得做的大概不是这么好 那这次又贪下来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也要求市政府 是不是要求私人的土地 那他们要把这个坡一定要看是怎么样固定 固定好不要再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发生 我想住在旁边的居民 大家都非常担心只要鱼下大了真的担心到底要怎么办 还好昨天没有人员伤亡这是最感谢的 那我想再来市政府他们要赶快来进入 怎么样帮他们善后帮他们清 这是我想最重要的 今天重点的诉求是希望政府能够拿出他的魄力 把这一次那个私人的土地的地主找出来 赶快把这个方案解决 他不能解决的话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三位议员的合作 看后期的动作要怎么赶快把它加强起来 然后把这个应变灾害处理的完善 另外同样位在暖暖的幸福华城社区 也在风雨最大时滚滚泥流不断从三壁冲下来 因此包括在暖暖驱公所 以及当地议员和里长协助下 预防性紧急撤离 两栋大楼住户先到下方定乡里民活动中心安置 幸好没有爆发土石流 那这个派出所也上来了 然后赶快用广播告诉附近的居民 叫他们赶快撤 那昨天还好一共有撤了这个八户 有撤到下面去 希望我们的居民呢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直呼吁他们多注意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直配合 跟政府官方呢联系 做一个最好的连结 希望我们防灾救灾都能够做到最好的配合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至少